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不仅仅是HDD或SSD 这个功能有什么好处呢 对于需要扩展或更换硬盘的朋友 以后就不需要再打开机箱查看接口类型了 但该功能默认隐藏 所以今天小妹将演示如何激活该功能 在此之前 需要将Windows 11更新到最新版本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在加入Windows Insider之前 这一步一定要操作 否则后面的更新过程可能会出现功能不完整 确定没有多余的Windows更新之后 点击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打开诊断和反馈 打开发送可选诊断数据后面的滑快开关 点击后退按钮 点击即刻体验按钮 点击链接账号 选择Microsoft账户并点击继续按钮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点击仅限Microsoft应用 选择Beta渠道并点击继续按钮 如果点击继续按钮没反应 可以按键盘上 Alt加F4关闭当前窗口 然后重新打开设置并导航到该选项 再次选择Beta渠道并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立即重启开始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打开在最新更新可用后 立即获取选项后面的滑快开关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等待更新完成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点击左侧的此电脑 在本地磁盘C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属性 点击详细信息按钮 点击临时文件按钮 等待刷新完成 点击删除文件按钮 清理系统垃圾 系统更新完成后 下载隐藏功能激活工具 Viva Tool 下载链接在视频简介 下载之后将激活工具进行解压缩 进入到Viva Tool解压目录 复制文件加路径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命令提示符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 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现在打开任务管理器 或按键盘快捷键 Ctrl加Shift加ESC 切换到性能标签 您会注意到新的驱动类型值 如果没有 可能是Windows 11无法检测到您的硬件 Critbox 2025是由AbleSoft推出的 最安全可靠的软件 能够让用户安全存储数据或重要文件 该软件允许用户创建一个虚拟保险箱 虚拟分区来存储数据 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 下载软件安装程序并安装软件 填写用户名称和电子邮件 同一条款并点击 Get Free Unlock Email Now按钮 登陆自己的邮箱 收到一封新邮件 点击邮件 点击邮件正文中的链接 浏览器跳转到一个新的页面 当看到这些信息时 说明软件已经自动激活 除了会在web页面上收到激活提示 软件主界面也会发生变更 软件主界面非常的简洁 只有两个按钮 点击Add Safe按钮 创建一个新的安全区域 输入一个名称 选择一个新的盘幅 设置安全区文件的保存路径 点击Next按钮 设置一个密码 该密码用于打开创建的虚拟分区 点击Next按钮 设置虚拟分区的空间大小 如果选中下面的选项 则在设置的空间大小范围内 动态自动调整 也就是文件多大就占用多少空间 而不是事先将空间划分出去 点击Next按钮 所有设置完成之后 点击Create按钮 虚拟分区创建完成之后 在软件主界面 可以看到刚刚创建的虚拟分区 点击这个菜单 可以编辑刚才的配置 或者直接删除 新的虚拟分区默认是关闭状态 点击这个按钮 开启加密的虚拟分区 在开启之前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可以确认在文件资源管理器中 没有显示新的虚拟分区 打开磁盘管理 也看不到任何新的分区 现在输入刚刚创建的密码 点击OpenSafe 在文件资源管理器中 就可以看到新的虚拟分区 但是在磁盘管理中 依然没有显示 这或许就是该软件的高级之处 将需要加密的文件 拖动到新的虚拟分区 或者直接在新的虚拟分区 创建文件 所有文件创建完成之后 在软件主界面 关闭虚拟分区的显示 你的那些文件 不但是加密的 而且还是隐藏的 如果我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请留下一键三连 谢谢你的观看